梅德維杰夫啊 这个俄罗斯的前总统 也是前总理 那现在他在当他们的这个国安局 的这个副主席嘛 那他呢发表了一篇说 中俄啊 不会结盟 但是中俄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 所以我今天故意下一个标题叫做 中俄不结盟的结盟 那这个主要就是一个乌克兰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这个乌克兰问题 甚至更好玩 自由实话今天下了一个标说 卖中国面子 所以北京冬奥之前的乌克兰问题 是不会有不会动手的 这几个问题是不是 请大使来帮我们解构一下 这个话都是有人 都是你这个都是引诱的人讲的 那个其实就是说 不是同盟甚是同盟 这是大陆讲的 大陆讲中俄关系 那么就我忘记是谁讲 不过大陆可能是官方就说 中俄不是同盟 甚就是甚过 甚过同盟 那这个说乌克兰会 那个俄罗斯要等北京冬奥是俄罗斯 是乌克兰里面的人政府里面讲的 乌克兰政府讲的 那可是最近这个消息比较多 有点乱 有点乱 乌克兰的本身现在也开始灭火 政府里面 因为为什么他老百姓有点浮动 然后呢主要就是因为美国 跟这个英国他们开始撤桥 不是撤大使馆的人 大使馆的人撤走 好像真的好像这个要打仗了 是 那这个可能就让乌克兰政府 现在觉得民生有点浮动 所以他也出来辟谣说 没有这件事 不会打仗 那俄罗斯是从头到尾都说不会打仗 不会打俄罗斯 不会打乌克兰 那我是觉得除非普丁头壳坏了 才会直接出兵打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这个事情中 2014年开始 也已经打过了 打了已经死了一万四千人了 乌克兰 俄罗斯都没有出手 俄罗斯因为第一个 那时候乌克兰本来独立以后 他是这个国家 好字是这样 他里面人口组成很有趣 是 就是说 他九世纪的时候 第一次成立一个民主国家 叫这个基辅罗斯 基辅罗斯公国 基辅罗斯 纽里克王朝 纽里克王 这就是俄罗斯 这个 这个斯拉夫民族第一次建立一个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乌克兰人 跟俄罗斯人的分别 都是俄罗斯人 都是罗斯民族 所以今天近代国家的 这个俄罗斯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 民族国家 其实是发源地是在乌克兰 那为什么后来就 后来13世纪的时候 蒙古人把俄罗斯兵的 金藏王国就开始统治 那金藏王国统治这个罗斯 基辅罗斯以后呢 到了14世纪 这个蒙古帝国也衰落的很快 第四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兴起 就现在很红的叫 这个立陶宛 立陶宛兴起以后 就把这个白俄罗斯 对 还有一部分的这个 这个乌克兰就侵占了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所以就跟俄罗斯就分开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 这个莫斯科那块 跟这个基辅 白俄罗斯就产生了 所以就产生一个白俄罗斯民族 跟一个这个乌克兰民族 那再接下来 这个立陶宛又跟波兰 两个结盟合并 所以波兰也掺了一手 波兰主要是把哪里 主要是把这个乌克兰吞掉 那吞掉了以后 到17 18 19世纪 俄罗斯族兴起了 18 19世纪以后 俄罗斯兴起了 就跟波兰 立陶宛已经算 然后呢 就有一些征战 慢慢这个好 乌克兰呢 就变成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俄罗斯的部分 一部分是谁 一部分是波兰的部分 这个一直到第一次大战结束 是 第一次大战结束 可是第二次大战 波兰就正式垮台 这个国家就被人家瓜分了 打了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那当然 波兰就被瓜分以后 乌克兰就加回到俄国这边 而且呢 还把一部分 这个因为那个时候 波兰的领土 西移嘛 对 因为史达林把一部分 德国的土地割给波兰 二战之后的时候 为什么要割给波兰 因为他把波兰的一份土地 把它拿走了 所以他是西移 这部分也是 现在后来并入乌克兰 可是就说乌克兰原来人种上完全是跟俄罗斯是完全 只是说十四季 四季的话就在这个两边摆档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立陶宛跟波兰都是天主教 天主教国家 那俄罗斯民族是东正教 所以呢 同样的乌克兰人呢 就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选统 可是被分成了西边的 主要是天主教 跟东边是这个东正教 可是从第二开始呢 俄罗斯就要把乌克兰在俄罗斯化 所以在里面也有很多俄罗斯的移民 又进回到乌克兰 所以到今天为止 俄罗斯还有 在乌克兰还有17%的 是俄罗斯人 纯的俄罗斯人 纯的俄罗斯人 他自己乌克兰人只有77% 那可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 这个俄罗斯人都在东部跟南部 对 所以他们的比例哈 他们现在还是讲自己的语言 所以越往东越往南啊 他是种族偏向于俄罗斯 语言也以俄罗斯为主 那可是经济上 因为俄罗斯统治的时候呢 他靠东部这一块啊 工业比较发达 所以收入来讲 东部是经济重镇 西部呢 是农业重镇 收入几乎差 差两倍 那所以这个是俄罗斯乌克兰人 可是可是可是 苏联垮台以后 乌克兰就整体就离开了 包括东部的 散架了 对全部就离开出来 可是这个国家 出从苏联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 有17%是俄罗斯人 对不对 然后77%是乌克兰人 然后呢 这里面呢 选总统的时候 东西的 一半是 一半是这个 东正教 东正教 一半是天主教 所以这是乌克兰的 后来的脱离出来的现状 那可是刚开始 他们实行美式民主 还有一个好处 西边选出来的人 他当总统以后 他会特别去笼络东边 对 他比如说他有一个女士 他明明是西边的人 对 可是他喜欢装扮成东边的人 还有一个女士 东边选出来 也对西边的人 特别笼络 可是这里面 就是在2013年 2014年 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总统 布罗逊共 还是在前面一个 在前面一个 他后来 他是合法选出来的 对 结果他因为 对于加入欧盟的动作 稍微慢了一点 他取消了一个动作以后 原来一直在广场 广场上面 就是说那个基辅广场 扎营接战那些抗议的 要加入欧盟的 这些人就攻打进去了 其后那个总统 就是 被拽下来 没有 被拽下来 这个总统就逃走了 到俄罗斯去寻求庇护去了 那 其实他是合法 选出来总统 所以他跑掉以后 那这些报名呢 就另搞了一次选举 就立刻立刻就成立新政府 那这个新政府呢 立刻得到西方所有国家的成员 那这后面不会又有 CIA的阴影吧 应该就是颜色革命的 不过那时候应该搞得最凶的是谁 是波兰 波兰在后面 波兰跟这个 跟这个立陶宛 因为他们要收复失地啊 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收复失地啊 所以在里面就有很多内容 可是这个新政府一来的啊 他们对于啊 这个俄罗斯的人口就有一点点害怕 对 他因为他太民族主义了 太大乌克兰主义 所以东部的这个啊 顿内斯克跟那个两个 鲁干斯克 鲁干斯克 两个啊 就宣布独立 各成立民主共和国 跟乌克兰内战的由来 那个由来 然后再加上克里米亚 本来就是俄罗斯族比较走比较多的 本来是属于那个叫什么 有一个叫达旦 达旦人的时候在死罚令人的时候 全部被他赶走了 被他拉到西伯利亚去 拉到西伯利亚 然后俄罗斯族下来 所以俄罗斯族 他们也怕在留在乌克兰里面 会受到乌克兰人的迫害 是 所以他们也公同就决定独立了 独立以后 因为这个这个好 这个克里米亚 他是俄罗斯黑罕舰队的 重要基地 那个战略 所以俄罗斯马上就承认 然后呢 他们是回归到俄罗斯 因为他这块地方 比较不同的就是 这块地本来就是俄罗斯的 那为什么会变成乌克兰 是因为 是因为赫鲁雪夫 他就是乌克兰人 对 所以他当政以后就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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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米亚 就给他拨给了乌克兰 所以俄罗斯把他收回 可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东部两个省呢 那么俄罗斯没有 没有接受他们成为俄罗斯一部分 就 可是幕后支持他们 让他们独立 那么后来 后来这个 明斯克 就是说这个 这个乌克兰当时的政府 也同意 后来 仗打了一阵子以后 后来同意说 让你高度支持 然后现在就在停火 仗快之下 可是呢 那这两个地方呢 现在就是不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 那 那 这个现在的总统 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啊 他是要恢复 他要收复失定 他是大 他是大乌克兰主义者吧 大乌克兰主义者 而且他还有什么 去俄罗斯化 哦 这个就很严重了 对 可是你想想 他也不准讲俄语啦 你在 你如果官方语言俄语全部拿掉 我看过一个数字哦 就是俄罗斯的 别看说乌克兰家族 就是第一语言 第一语言 对 他虽然乌克兰人 刚才大使说占七成多 对 可是呢 大概有六成以上的家庭 家里第一语言 就是全乌克兰 讲俄罗斯语言 讲俄语言 对 讲俄语言 他现在就把他排掉 排掉 而且很反俄 所以前两天 这个一个军火工厂 对 一个年轻人进去 在乌克兰 拿枪打死五个人 哎哟 那这个凶手呢 他就是轻恶的乌克兰人 也就是说 里面的族群冲突 已经非常非常的 也没有说沸腾 就是说已经非常危险 因为有一些资料 是这样显示 就是在苏联时代 因为把这个 他是依照祖籍啦 你住哪里 然后他都一定程度的划分 然后把你划分成乌克兰族 可是其实很多乌克兰族 不认为自己是乌克兰族 因为他信东正教 他们家讲俄语 对 所以他其实虽然说 表面上是乌克兰族 可是实际上他觉得他是俄罗斯族 而且乌克兰语跟俄罗斯 太接近 几乎是口音的差别而已 本来是同一个民族啊 只是被义族侵略以后 然后被义族改变他宗教信仰以后 他们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嘛 大水冲破龙王庙嘛 再加上这个西方国家要运用这个矛盾嘛 那不过你看哈 在当时他们从苏联独立出来 东边的人还是选得上总统啊 对 东边还是选得上总统啊 对 大家这个ZBZ还酸这个 ZBZ说他自己俄语还讲得比乌克兰语六 应该是这样 其实这种人在乌克兰非常多 对 可是他们现在就搞这种 有一些有一些这种族群对立跟分化 其实是伤自己伤得很重 那你任何一边都可以找到 就是说 觉得自己应该不受歧视的理由 对 所以两边都是 两边都是 那我为什么我是母语是俄罗斯 我不能讲对不对 那你今天当政人 他的中间没有容忍性 他这个其实会造成虎拼的虎花 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讲乌克兰 讲俄罗斯语 我乌克兰语又不好 然后但是你凭什么歧视我 过去讲俄语是上层能讲的 对 那现在讲俄语变成下层人 对 这个就会形成很严重的社会冲突 所以那个他东部两省 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不希望被受到歧视跟排斥嘛 对 所以他就要求独立嘛 嗯 那最后怎么就用战争解决啊 死了一万四千人啊 战争是铁拳的故事 对 死了一万四千人 也没解决啊 对 打的 而且一万四千人 这个流离失所的难民啊 Internally Displaced 这个叫 这些人 十万人以上 哇 平民 平民受害更多 很多地方 打成一片废墟啊 到处都是地雷 对不对 或是卫爆弹 这也没办法跟作啦 对 可是俄罗斯在乎的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这个乌克兰有66万平方公里 然后人口4400多万 是欧洲第二大国 对 所以他基本上是俄罗斯最后一块缓冲国了 跟西方 他面积真的很大 非常的 而且他的黑土好 似乎占 占他整个全国的土壤 快到四成五 超级良田 超级良田 那 森林 各种矿产 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可是 本来他们应该可以过一些好日子 可是现在就是因为战争对立 然后呢 这个外国势力的干涉 对 就让他现在落成这个光景 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正好 那时候2014 2014那个时候就是乌克兰开始试炼的时候 我们找了很多国内顶尖选者 去讨论这个乌克兰的问题 我那时候主持这些 内部的我们这个 我们内部有这些对这些情势的分析的这种 座谈会 我每次 我每次跟学者谈完 因为我那时候负责这方面业务 我都会跟 我都会跟那个 来与会的学者说 那你们预测一下 乌克兰未来怎么样 对 因为那时候2014 然后呢 有一位学者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 简单 他说很简单 就是乌克兰的未来 是由大国决定 千天这个国家的格局就是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因为他自己也搞砸了 对 他自己把自己的矛盾都把它激化了 他自己中了 也可以说一部分人中了 波兰的计 或者欧盟西欧的计 对不对 那就把自己的国家把它裂解掉了嘛 那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我们提到原来讲说 俄罗斯不需要出兵啊 俄罗斯要运用 乌克兰内部的矛盾就可以了 他干嘛要出兵去控制呢 他如果真的出兵就傻瓜 傻瓜 因为他等于就把自己赔进去 大使我可不可以这样问 从历史 不过我们要先请大使帮大家呼吁一下 好 按赞 按赞 大家多按赞 对对对 赶快按赞 按赞人就会上去 好不好 按赞人就会上去 OK 好 就是我从历史角度来问 当年苏联拜了一塌糊涂 就是在这个布里兹涅夫的时候 跑去入侵阿富汗 对 介入人家的内战 其实阿富汗是内战 就让他内战啊 你扶持 这个美国人就比较会玩这一招 我到哪里 这个 当然后来他有很多聊进去的 但是他扶持内战的数量是更多的 那如果普丁是不是也有看到这一层历史因素 我如果不是我直接领土的话 我就让你打内战 我这样子还比较不会有这种牺牲 或者说聊进去就抽不出来 因为这个有可能会泥脑化 因为我认为普丁应该是对 乌克兰是没有领土野心的 OK 他只是不希望乌克兰 他本来是能够控制住 乌克兰内部的平衡 也就是乌克兰不会一面倒向西方 对 然后乌克兰内部还是有 他的一种内部的顾虑 不应该是完全跟俄罗斯为敌 我想他过去有这个算盘 只是说 乌克兰越走越偏 那一直要加入北约 不过普丁跟西方国家 谈乌克兰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他不要加入北约 那光这一点的话 我是觉得 目前普丁认为有机会 因为美国我认为是准备 用乌克兰做筹码 换取俄罗斯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疏远 OK 他主要是要 因为美国线战略转移是以大陆为主要 以西太平洋中国为整个核心 核心 他要整个部署 他要重新调度 而且就光成中国大陆我们说 不是同盟甚是同盟这个关系的话 美国也会想办法建立中俄之间的关系 所以用什么做一个筹码 那就是用乌克兰 那么我觉得一直拉高这个冲突 可是呢 基本上美国跟俄罗斯已经开始谈判 对 已经开始谈判了 而且已经三轮了 基本上总统先定了调以后 然后副外长级建了以后 然后外长就建了 所以那句话是真心话 对 小规模冲突 对 不算冲突了 不算冲突 其实乌克兰很气 泽文斯基暴怒 然后 可是现在我可不可以这样判断 刚才大使有提到说 我现在把大使馆一个个撤 英国之间制定计划 美国一句话都没坑 然后 这个德国今天送了5000顶钢盔 我说你送5000顶钢盔 你不如送5000个不要用的锅子好了 对 莫名其妙 德国前一阵子 前两天还禁止爱沙尼亚 把他给德国制的武器 现在爱沙尼亚 去把他送到乌克兰 因为德国是希望一个和平的欧洲 因为如果4400万的国家 发生大的战争的话 内战也好或什么情况 那个难民数的话 应该有400万的话 那这个周边领国能够吃得下吗 所以就是这个对德国来讲 是一大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德国 会像2014跟法国联手 还是把这场冲突把他压下来 即使是停战协定 2014的明斯克协定 基本上就是德法二乌四方谈出来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美国人没在里面 美国人的话 美国人希望打得越稀巴烂 越来越好 对这是美国的一贯 一贯那种盘算 他最近不是弄了一个八小时停火 这个会不会已经是一个前哨了 基本上就是泽伦斯基要服软的概念 只是这样了 因为他的泽伦斯基的前任 也就是2014以后 后来当总统的 波罗仙古前任突然回去了 而且他交了3500万美金的保释金 因为他是一个富豪 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回去 因为泽伦斯基宣布 已经以叛国罪通缉他了 对 那可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回去 然后回去要做什么 泽伦斯基也没有办法把他怎么样 把他绳之以法 那我觉得一定有外部的因素在 那所以现在我觉得 乌克兰本身内部的政治情势 就很复杂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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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